哈喽大家好我是RT 东方Project这名字似乎常常会听到 这是一部路坑困难 陷进去之后则万劫不复的作品 粉丝黏着性极高 同时核心玩家的年龄普遍也都不小了 而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它是原在24年前 一位日本年轻人太田孙野 当时以Zoom这个名号 在当时的NEC PC9801上发布了一款 名为东方灵异传的游戏 因此就算你一岁就接触东方系列 现在至少也有25岁了 而这台NEC PC9801 这当时可是垄断日本个人电脑界的超强电脑 但发布东方灵异传的时候 已经是它最后生存的末期 后来还是被IBM能够显示日文的电脑 还有那个传说中的Windows9打了个狗之屎 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回到咱们的东方灵异传 它是一款固定画面的动作射击游戏 玩起来有点像打钻块游戏 而世界首款打钻块游戏 离当时也不过20年的时间 游戏科技可说是日新月异 朱古猛精啊 而这款游戏呢 从制造美术音乐到城市 全都由俊赏自己一人包办 玩家必须操作一名 薄力神色的巫女薄力柠檬 从神社一路打到魔界 再杀到地狱区 为云云众生守护世界和平 零零种种加起来有20关之多 而对24年前的游戏来说 一个人能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于是后来俊赏又接连出了 四款东方系列的游戏 同样全都是由俊赏一人包办 着实其人也 而由于是在恩尼西的末期 人色与故事背景都跟后来的版本 有很大的差别与矛盾 因此现在的尊赏也表示 这五款为当年的黑历史 希望人们忘掉这五步就作 那这游戏的故事背景 为何是在现代呢? 他们的尊赏表示 因为这项设定比较简单啊 如果设定在过去某个年代 还要去钻研时代的历史背景 他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啊 就这样打出一点知名度的尊赏 2002年一个人成立了上海爱丽丝幻乐团 没错 跟上海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全团就只有他一个人 Just to him 后来他除了将所有的作品再度重新制作 再以上海爱丽丝幻乐团的名义发布了第一部作品 东方红魔箱 当然这次是发布在Windows上 那台恩尼西早已事无全失 而这款红魔箱则是一款纵向的射击游戏 这次的独角出了之前的灵梦以外 还度了一位新妹子 物与魔力沙 而两位都各有两种不同的火力配置 也就是不同的攻击方式 而且在一级难度的故事模式下 只有短短的五关 那么以上的难度就会出现正常的第六关 而且不续命破关的话 还可以开放最高难度的extra关卡 尤其是在结局的影响度方面 选择难度与续命与否 还有角色以及火力配置 全都会对结局产生影响 这对一款射击游戏来说 可说是增添了相当大的特色与可玩性 而且在难度方面 尊赏还在每一座的旁边 写下了一些简单的描述 尤其是在extra的旁边更是写下了 《阿几拉美鲁你可笑咯吗》 而这也就成了系列作的一个特色之一 《蓝的东风》系列的设定 大多都有参考神话与传说故事 而咱们红魔箱的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在东之国深山中的一个幻想箱 突然出现一大片红物浆之笼罩 于是咱们的主角永远的巫女 玻璃琳蒙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贯赦爱与真实的血 咳咳咳 总之就是拯救昌生 而拉麦的新角色的摩里莎 就是个魔人啾啾 而不我是说 马虎啾啾 单纯就是为了收集有趣的道具而来凑热闹的 就是这样主角一伙出发前往调查红物 一言不合就打爆露米亚跟齐露诺的头 才发现这红物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来又遇上个点菜 菜式残名的红美玲 就连我当年的国小老师都有两位美玲了呢 你说菜不菜式残名 于是这个美玲肯定也是要被打到头破血流 让他的长官们知道 当所谓的碰到主角就是 主子啦 哪是不主子的 只是没有一次主子的了而已啊 就这样主角闯入传说中的老洋房 红魔馆之后 还要先去地下图书馆跟帕丘利诺莱姬 喝杯茶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去到一间陌生的房子 会先去地下室的呢 后来还有位女仆长十六夜校夜 不意外的也是要请他吃一顿宝衣老卷 毕竟有六关嘛 拯救世界也是要绕个路才能拖好拖满啊 最后就是拉个红魔馆大魔王 雷米利亚斯卡雷特 全都是因为他是个吸血鬼 都怪他当年跟迪欧一样 莫不当人啦 啾啾 搞到现在才要用红物把太阳给遮住 于是将他的头也打爆之后 世界也就恢复和平 而extra关卡则是再度回到红魔馆的主角 又碰到了个大魔王的妹妹 弗兰朵路斯卡雷特 是很天佑大哥哥陪他玩 咳咳 我是说主角姐姐们陪他玩 没错 就是你操控了主角姐姐们陪他玩 于是玩家们只好陪他玩把头打爆的游戏 最后打爆弗兰朵路的头也就完美结束了 但是身为一款射击游戏能有这样的剧情 已经算是相当有心的了 再加上各种妹子的冷物设计 在当时的龙人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就这么开始了一系列的东方Project 一多套夸张的弹幕再加上游戏特有的福卡系统 为核心的一系列游戏 让人激进自虐程度的疯狂挑战关卡 就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 毕竟那是一个追求分数的游戏年代啊 而后来的系列剧情都是在处理所谓的异编 这会让咱们的幻强枪神圣的秩序受到干扰 因此咱们那位熟悉的巫女就要去解决这些异编 后来那些什么特异点的都是学她的啊 不过也有异编以外的时间 例如封神路可就跟异编没有丝毫屁关系 而是卑鄙的一厢人企图夺取幻想象信仰的故事 是不是在这残酷的游戏世界之中 什么世界而平都是狗屁 咱们的灵梦根本就没有休息的一天 就是读着职业就是这么的血汗哦 那东方Project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她衍生的同仁创作 相关的游戏小说动画还有音乐 那可是多到爆炸的程度 甚至多到荣获金氏世界纪录 全世界最多作品的同仁射击游戏的认真 没错 光正赏一个人就在15年内发布了18款游戏之多 系列做的角色更是多达160多位 而且几乎都是美少女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聚的角色了 硬心power特别聚的那种 那男性角色那肯定是少的可怜 只有8位而已 这阵阴阵阳衰的世界 既不是爽到他们了吗 别问海蒙的我要打20个 不过到了后来由于同仁作品实在太多 还发生了同仁脑补的设定 因为广为流传的缘故 反而成了公认的事实 例如咱们薄力林梦佳的神社 因为是妖怪的聚集之地 所以人类不敢靠近 因此长期处于香火断绝的情况 就这样被玩家解读成他们家穷到碑鬼抓走 让那同仁作品的爆裂是增加 也是让东方Project疯狂传播的一大助力 不过同时也是让新人难以加入的原因之一 庞大混杂的同仁设定 会非常容易的让新人搞混 到底哪个才是原作的真正设定 因此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难度 然而经过24年间的各种 强作漫画与小说的习例 东方Project到现在还能活着 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正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看个人 想了解更多东方魅力的新人们 现在就是加入的耗时机 我是RT 东方Project真的很虚溜 我们下次见 拜拜